一场阳谋面前 德国突破了坚守16年的底线 各位大家好 我是鲁忠诚 欢迎关注忠诚套子 列强无不怀念我大清 并纷纷成为我大清 这原本是流传于网络社区的一句玩笑话 然而时隔多年回头来看 却发现当去工业化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之后 正在拥抱那句话的沉沦 而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和工业制造业的领头羊 曾经默克尔坚守了16年的底线 说日子上台两年多就给突破了 根据德国政府的官方公告 德国联邦议院在近期的投票中 以407张赞成 226张否决和4张弃权票的结果 初步通过了大麻合法化的法案 等待德国参议院批准就能实施了 按照法案的内容 预计从4月份起 德国成年人就可以在公开场合合法携带大麻 而个人也能合法种植最多三株 一共个人和家庭消费使用 甚至于为了确保合法化之后的那笔税收 德国还可以专门开设烟馆 叫大麻俱乐部 对于这个行为 德国卫生部长还恬不知耻的号称是在打击黑市和毒品犯罪 防止销售不安全的产品 只能说不愧是他们德国人 想问题就是严谨 法案通过之前 恐怕就想好了要怎么切分利益的蛋糕了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德国社会舆论起了一点点水花 但很快就延期息鼓了 而后呢 就是大批德国的瘾君子们 开始为政府摇起呐喊歌功颂德了 目前也就德国的反对派基民党是坚决的反对 表态哪怕是参议院通过了法案 也要寻求机会推翻法案 事实上 欧洲那边毒品泛滥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 德国过往几十年 不论是科尔 施多德还是默克尔政府 始终都坚持着底线 让德国一度成为欧洲的一个异类 而这次 舒尔斯两年就突破了过往德国内届政府所坚守的底线 终于可以合法的吸毒了 其实德国此次是中了阳谋 什么阳谋呢 这次德国大谋合法化 主要的推手就是两个知名的亲美派 一个是德国现任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他因要让俄罗斯360度转向的滑稽言语一战成名 而另一个则是和贝尔伯克狼狈为奸的德国经济部长 哈贝克 对他们这两个人来说 美国的安排和德国的选票 才是维持自身存在的核心任务 而德国目前至少有5%的尹君子 这可是超过400万的选票啊 只要在大麻上面做做文章就可以稳拿这一方面的支持度 只要吸毒的人越多 他们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选票 以后的大选想输都难了 至于给德国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美国代理人他是不会在意的 而舒尔兹就尴尬了 舒尔兹这几年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 和我们中国的关系有些下滑 经济就不好了 而支持率肯定就低了 现在这400多万的选票在面前 执政党和在野党都行动了 都开始迎合贝尔伯克 这也是那个阳谋的威力了 站在我们中国角度来说啊 德国那边的大麻合法化 对我们的确是没有任何影响 相比正在西方遍地开花的毒文化 才是我们应当小心的 我们中国互联网上也有很大一批人 特别喜欢盲目的以西方为标杆 西方列强喜欢走我们大清的老路 我们管不着 但他们这种毒文化 如果有心人想带入我们中国 我们是必须严防死守的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本期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